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觉知有什么差别呢 一定要仔细地去看看 觉知比觉悟意思要深 觉悟是你刚刚开始侮辱 觉知这里面就产生高度的智慧了 如果没有相当智慧 你没有办法 你虽然觉悟 你知道的不够透彻 所以知比悟意思要深 六道众生 无量皆来 由于不能够觉悟 当然更没有觉知了 所以在六道里头 生死轮回 这一段事情 明白人 祝福菩萨 甚至于阿罗汉 看到这个现象 都感到这是非常悲痛的一段事情 所以佛菩萨出现在世界 其目的呢 帮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大苦 证得正常的大乐 六道里面的众生 果然觉悟 那就应当要想到 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 这一生的时间虽然不长 如果真正走旧的道路 时间是足够用了 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 就是脱离舍法界 时间也是足够用的 那么众生出不了轮回 没有办法了 行菩萨道 实实在在说呢 那个根 这个病根呢 就是在自私自利 就是这一段所讲的 多于 这个 害得我们 起祸 造业 收报 那么我们平常 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勉通修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你就不能不舍弃自私自利的念头 蛇气 蛇气 明文立养 蛇气 无欲六成的享受 蛇气 坦诚迟慢 在第一段里面 在第一段里面 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过途 我们身心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幻化无常的 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我们就能够放下 对世出世间 一切人四无控制的念头 不再有这个念头了 不再有占有的念头 念头上且没有哪有这种行为呢 那个念头啊就是前面讲的 罪这个这个物源 念头是物源 行为也是罪俗 这样一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就能够把业障 消除的干干净净 那么一定得佛力加持 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 肯定能够成就 欲望是没有止尽的 这个意思是说明 一个人 在六道里面 迷的时间太长了 无量节来 迷在六道 迷得太深了 所以才产生这样严重的烦恼吸气 要知道欲望在自性里面没有的 真心里头决定没有欲望 那么由此可知 悦念起来 我们一定要警觉到 这是妄性 这是违背了心得 所以 觉悟 从哪里觉起呢 就在这些地方 如果没有常常 如果没有常常接受佛法的讯息 这个烦恼吸气的讯息 是无法间断的 这种讯息 必然呢 会让我们身体 口啊 身口啊 造业啊 身造沙道饮 口造妄语念学握口气 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行为罪述啊 我们的念头不振啊 造业必定要收果报 果报呢 就是下面讲的 生死疲劳啊 从贪欲起啊 这个一段经文 总共有五句 五句是三个段落 多余为苦啊 这是第一个段落 把这个 总的 纲铃呢 叫到我们了 中间连句 就是讲 六道生死轮回啊 是怎么回事情 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讲反复啊 后面两句呢 那是讲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怎么样卸脱 怎么样能够啊 超越六道 超越释法界 得到身心自在 那么讲到多余 明文立阳是欲望 财色明是睡 是欲望 佛经里面常常讲的 五欲 世间人 没有不贪的 贪色 贪明 贪吃 贪睡 社会 学阳 经论里头 佛常说 财色明是睡 是 地狱五条根 有一条 你就不可能不读地狱 又五条肚去读了 你想离开地狱难了啊 那么也许有人说 我现在在人道里面 一切都很自在很舒服 你念念地藏经就晓得了 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 地藏菩萨 好不容易劝导众生 觉悟了 真正忏悔回头了 从地狱转身到人道 人间很短啊 几十年之后死了 他又到地狱去了 地狱里面的鬼王看到他 你怎么刚刚去了就回来了 怎么说刚刚去了就回来呢 地狱里头跟我们人间有时差了 现在讲时差大家懂啊 你看台湾跟日本时差就一个小时 地狱跟人间时差很大了 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地狱一天 是人间好像是一千七百多年 人间一千七百多年 地狱一天啊 所以你纵然活到一百岁 活到两百岁 在地狱里头几个重点啊 所以地狱的鬼王看到 你刚刚出去了 怎么没一会儿你就又回来了 地狱里头几个重点啊 地藏经上讲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警局 非常非常可怕了 如果真有这个警局了 他自自然然就会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 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这个人叫有志气的人 这个人叫做英雄浩瀚 佛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看供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 那个雄就是英雄啊 英雄什么意思呢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能做到 这成为英雄 一般人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脱离三无道 佛菩萨有能力啊 我们跟着佛菩萨走 决定不错啊 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 走通了的人 很多你们看看 进出神仙路 王僧传 非常感动人 为什么那些人都做到了 我为什么做不到 那些人能够克服自己烦恼稀气 我为什么还随顺烦恼稀气 还天天在造业 天天 在起悟稀 在造恶意 怎么对得起自己 佛法最殊胜的地方 令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佛法只教我一个人 不教别人 这个是我很深的体会 一般许多学佛的同修 一生不得离 依旧高流到轮回 他的佛法是给别人学的 学了佛法处处看别人 他把自己忘掉了 这个跟佛 佛法的精神完全相违背 佛法的精神是完全照顾自己 不要去看别人 别人都是好人 都是佛菩萨 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他造恶意做给我看的 他跺地狱都给我看的 让我紧觉 所以无论外面是善缘 是恶缘 是顺境 是逆境 通通是读佛 佛萨慈悲为我实现 度我一个人 我成功了 所以学佛 一定要学善菜童子 你看善菜童子 五十三餐 只有一个人 没有同餐道友 如果有同餐道友 他是凡夫 他不能陈旧 为什么有同餐 你跟我差不多吗 天天看到别人过 看不到自己过 菩提道上学生凡夫 就是我一个 其他都是读佛如来 那个舍大愿王 离尽读佛 称赞如来 那个信德自然就流露了 为什么呢 外面通通是读佛如来 凡夫之为各 舍法界都是读佛如来 此大慈大悲 为我变现 来警惕我 来劝告我 所以 谭经六足说过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世间没有过 只见自己过 自己才能成就 最怕的是 自己没有过 别人通通有过 这个人是地狱众生 他不是普通人 他地狱众生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是不是地狱众生 这样学佛 你才会有进步 才会有进展 你才不会堕落 你在菩提道上 这个才真正能够得到发喜 才真正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决定不可以见到世间过 这个是 诸菩萨们 那一些知悟的人 这叫觉到 不见世间过 是觉到 见自己的过 觉到 如果是见自己没有过 别人都有过 那个是迷到 那不是觉到 这一点呢 同学们特别要留意到 如果我们真正想成功 要走佛菩萨的路 佛菩萨祖师大的 永远都是肯定 自己一生最业 别人一丝毫过失都没有 众生的佛报 命中 多有注定 中国古老的英语说 命中有的 就是你想舍 你也舍不掉 命中没有的 你用尽方法去求 你也求不到 那么命中到底是谁注定的呢 我们要明了 佛菩萨告诉我们 所谓命中注定 是你过去身中所修集的 财富 是从财不失 累积的 命里头的财库 我昨天问了一问定律师 日本这个地方 算命看相 看风修的人多不多 他告诉我很多 那这就跟中国风修差不多了 你看看 算命算你 你命里头有没有财库 你财库里头有多少财 那就是你过去身中 修财不失累积的 你命中 智慧是你过去身中 法不失累积的 这个智慧也相当复杂 有得公民的 有不得公民的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都看到很多 凡是得公民的 还要集阴得了 没有阴得了 得不到 所以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任何一桩事情 都不是偶然的 无量因缘成就的 我们修佛 我们修佛这么多年 仔细 依照佛法的标准 观察世界 证明 佛所讲的字字句句 都是正确的 佛确实是真于这 是于这 如于这 佛不欺骗人 所以 众善因 一定得善果 众的因不善 果 当然 是不善的 所以 习求世间的明文力 你要懂得修阴 用正当的方法去修 你肯定能得到 你不造罪业 你能够享受 人天佛报 但是你要晓得 人天佛报可以享受 超越生死轮回 这个做不到 这个谭经上都说的好 此事 佛 不能救 此事就是直 生死 大死 要脱离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 再大的佛报 都没用处 脱离生死 六道轮回 那一定要 断离 多欲是苦 少欲行不行 少欲也不行 要把欲断掉 你才能出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就是 欲望变现出来 本来没有六道 六道就是贪嗔痴慢 尽死烦恼变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懂得了 所以尽死烦恼断了 就正阿罗汉古 超越六道了 尘尚烦恼断了 你就超越十法界了 无名烦恼断掉了 你就能正 就近的佛果 烦恼 断多少 你的境界望上深多少 烦恼不断 天天还要加重 那你就一定要晓得 你的前途是往下坠落 不是往上超身的 这是个道理在 不能不知道 世界人都是迷惑电头 都没有觉悟 那么没有觉悟 你要是得罪他 就更可怕了 为什么呢 他会报复 你跟人就有了过激 借下冤仇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都搞不清 这个是最可怜的 最可悲的 最愚痴的事情 佛在经上常常讲 可怜民者 无过于事 那我们今天学佛 学了这么多年 稍稍总算是明白觉悟一点了 这觉悟之后 我自己走哪一条路 这一生当中 决定不得罪一个人 别人 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我欢喜接受 为什么呢 过去我曾经这样对他 今天他这样对我了 那时候报过来 报过来我接受了 我没有诚惠心 我没有报复心 我们的账就接掉了 一笔一笔接掉了 这个欢喜 一身轻松自在 如果有一点点 心里还不服 还有一点诚惠 还有一点想报复 那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我这个愿筹 这个账不但没有结 又加身了 来世怎么办 念佛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 冤家带主拖着你 你走不了 业障消除才能往生 业障不消除的时候 阿弥陀佛拉不动你 你底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冤业太重太多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在这个地方读得这两句 深思疲劳从贪欲起 我们要晓得 你真的要觉知 比觉悟还要升一层 绝对不给人做愿筹 决定接受别人的侮辱陷害 乃至于杀身 我们都接受 我说我的身被你杀掉了 我的灵魂往生极落世界了 我还赶紧你 你早一天送我往生 一丝毫冤恨不能有 一丝毫报复不能有 学佛完全从自己身心上下功夫 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 后面两句 少语无语 身心自在 这是佛教导我们 现情应该怎样做法 换一句话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怎样过日子 怎样厨师待人解物 佛教我们这八个字 少语无语 身心自在 欲既然不能断 但是尽量地把它减少 世尊当年在世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他过的 用我们现在人的说法 就是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平 印度那个地方是热带 所以他的衣物不需要很多 三衣一波他就够了 那么在印度 这是最低生活的水平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在印度的白方 有四季 所以这个三衣不能够保暖 所以到中国来之后 佛法完全就变成中国化了 这个是佛法了不起的一种措施 跟佛在经上所说的 诸佛菩萨实现在世间 没有一定的身心 应于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 他没有执着 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所以没有定法可说 没有一定的这个形状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 是高度智慧 通圈打遍 所以他在设法界 成通无阻 没有障碍 这边有障碍 那边去了 他没有障碍 他不固执 我们看看 有不少宗教传到中国 但是总没有佛教 跟中国人 中国文化相处的那么融洽 就变成一家人一样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执着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 念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英语 上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的老师 是一个牧师 是个基督教徒 很感慨的跟我们学生说 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百年了 一百多年了 在全中国 中国人多啊 在那个时候 差不多将近有五亿多人了 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 我们抗战期间常常念的是四万万五千万的 大概抗战胜利的时候有五亿多人了 他说中国信仰基督教才一百万人 我们说的不好意思说出口 就好像是不能接受他们的 为什么佛教跟中国人变成一家人了 这个里头有个道理 佛教通拳打变 那么基督教 他是墨守成规 中国人不能接受了 你看看 他一定要建这西方式的教堂 我们中国一看到那个教堂的形式 那外国文化 就不愿意进去了 那佛教到中国来了 建中国宫殿式的 一看 这是我们皇帝住的地方 赶快进去参观一下 去牧拜一下 所以这个不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到这个年代 学佛的人逐渐逐渐把经教疏忽 不重视研究经教了 所以中国这些法师到外国宫阀 建道场也建宫殿式的 这就错了 这大概在四十年前 我在台湾还没有离开台湾过 有一些出家的朋友 到外国去哄法 我就劝他 我说你们到外国 不要建寺庙 他问我 那建什么呢 建祠堂 我劝他们建祠堂 提倡孝道 佛道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你没有孝 拉来的佛 拉来的老师 我是常常劝的 但是真听我的人没有 一个都没有 到外国去还是建寺庙 寺庙还是建中国形式的 所以 这个杜华仲僧的对象呢 是华侨 一个美国人也没进来 注意想想看 如果在两千年前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那一些印度的高僧 建的道场 都是印度式的寿庙 恐怕 杜印度的侨民 恐怕中国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学佛拉 不知道 通权大变 不知道 杜华仲僧 所以到外国 到美国建道场 我也常常讲 我们道场建什么样子 建博弓那个样子 建美国国会那个样子 让美国人一看 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他自然就进来了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 愿意什么身得度 就是用什么身 所以在美国的佛像菩萨像 面孔都像美国人才行 他看到才欢喜 他才会入门 面孔造的都是中国人 所以人家一看的时候 就讨厌了 就不会来接受了 所以佛法是智慧 真是善巧方便 可惜从前这些法师们会用 他懂得 现在人不懂 我们要多从这方面去想想 所以一定我常常讲的 佛法要做到本土化跟现代化 做中本土化跟现代化 在哪一个国家 随顺这个国家的民情风俗习惯 佛法是教学 智慧的教学 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 是真实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断卧修善 帮助众生 专迷为物 专反为甚 所以我看 这个佛法就是今天 一般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教学的对象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有教不类 佛是用真诚 平等 慈悲心 来借赢广大众生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欲望要少 世间人多余 少余就是教化众生 你看 你们多余很苦啊 我清醒寡欲 我自在 我很快乐啊 我们一定要从形象上做出来 给人看 所以 成就自己 才是真正成就众生 自己不能成就 要想帮助别人 佛经上常讲 无有是处 少余还要加个无为 无为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 随喜随远 决定没有成见 决定没有说 我要怎样怎样做 那肯定造业 一切随远 恒顺正身 随喜功德 我们才能得身心自在 自在是没有烦恼啊 没有欲望啊 你才能得自在啊 只要身心得自在 佛报 智慧 健康长寿 随之而来啊 都在里头啊 都在里头啊 刻意去求 自己一定要怎样做法 那叫自着酷齿 我们只要很冷静地观察 这些四里 因果都在面前啊 聪明人还用得着佛书吗 你全都看清楚了 你全都明白了 哪有不觉悟 哪有不觉知的道理呢 佛法是一门 圆满智慧的学问 佛法当中常常讲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这句话也是真的 我初修佛的时候 还没有出家 我的老师告诉过 既然在佛门里面 求做佛 做菩萨都能够得到 这个是最不容易得到的 你看 求脱离生死轮回 脱离舍法界 是大事情啊 世界明文立扬 五一六成 那叫做鸡毛蒜皮 小事哪有求到的呢 问题 你要懂得求的道理 你要懂得求的方法 如理如法的求 没有一样得不到啊 应光大师 在晚年 极力提倡 了凡思讯 了凡思讯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佛师 佛师们中有求必应 所以 诸位如果对于世间一切法的需求 求明文立啊 你只要好好的去研究了凡思讯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求必应 但是学佛要有高的志向 这个世间太苦了 实在是苦不堪言 我们应当要求脱离六道 脱离舍法界 我们要求早一天做佛 做菩萨 来帮助世间苦难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